近日,中国农民养老金新规实施 每人每月多少钱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同时,2023年农村社保也迎来了好消息 这些举措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一大利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详细情况 首先是关于农民养老金新规实施的问题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 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意见 自2021年7月1日起 全国范围内将启动三区两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并逐步推开到全国范围内 在试点期间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至100元不等 并享受相应医疗、生育等福利待遇 而从2022年开始 全面推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 个人缴费标准将统一定为每人每月55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在已经实行两桶油制度地区的省份 个人缴纳比例较高 并且已经取消了最低缴费标准限制 因此 在这些省份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需按照当地要求进行缴纳 其次 是有关2023年农村社会保障新政策方案出台的消息 据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完善以企业职工为主体 覆盖所有劳动者和困难群体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而针对现阶段我国面临着三农问题空心化 以及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方面存在着很大挑战与压力 因此 在未来我们可以预期出台更多涉及到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政策措施 并在更多方面落实普惠性 可持续性原则 例如 进一步增强扶贫力度 促进小微企业发展 优化产权结构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技术支持能力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方案都可能被列入其中 总之 在当前阶段下 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城市化以及普惠性社会福利领域倒逼改革浪潮下 三无的情境正在被逐渐改变无医疗安全网 无退休安置系统和无长期护理设备系统都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或者正在被积极解决中 三甲220计划也就此应运而生 通过考核评价机构评审确定沿海开放型县市 两型县市特色鲍鱼县市带动周边其他县市或者整个省份向目标迈进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不断前行 中国将在不断的尝试探索过程中寻找到更好更符合自身条件与特色发展模式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不能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